就是提供大數據的一個工具 因為有所有的東西都因為到後面去以後 你的影像就可以做很多的應用 當你這個你告訴其實攝影機是很笨 是因為你給他一些邏輯的觀念以後 他就知道他應該怎麼做 他應該做什麼事情 那基本上我想大家現在 這個是現在最夯的 就是這個人眼辯視 人眼辯視我們可以看得到 國內這些不管是超商業什麼 大家都一窩窩大家都要講刷零這個事情 那其實人眼辯視可以做的事情 絕對不只有不只有這個可以吧 那我們看到的是把安全監控這個事情 稍微把它再擴大一點來看 其實大家不要一直講監控 監控聽起來就蠻受傷的 很多人說那影視前沒有 其實監控的另外一個角度 我一直在跟各位講 我們以前就是落入那個監控 所以一直沒有把我們的攝影機賣燈 但是你如果監控 往過來是一個管理跟一個昏虛的工具 每個老闆都很喜歡 那個掏錢的人他都很喜歡 可能被監控的人可能不喜歡 不過重點是你要把東西賣給那個 願意掏錢的人 所以這個應該是一個想法 所以看一看就是說AI裡面就主要就是我 你很多的人下來 就去做一些農農濃漏很多 然後出來很多的pattern 那這些pattern就是拿來 每一個不同的產域來運用 那現在幾乎我講那些做不管就是 即便說做人類辨識 為什麼他可以把人類辨識 變得那麼清楚 那其實有很多模型 啊台灣的缺點就是我們的人在泰山 所以你可以看為什麼歐美或是中國大陸 他人民可以做得很好 因為他的人的臉情的那個 pattern 就夠 他做出來的東西一定比你準 這個是我們國家的這個 不要先講 先不講技術 就基本上在先天上就受到這個影響 那你看歐美跟美國 那個跟大陸為什麼做到 他人很多啊 他隨便撈一下那個人民來 他絕對做得多一多會不用